给大家看看我是怎么洗脚的 天气这么冷 今天最冷是零度 现在有几度了 一度吧 然后还得去厕所洗个冷水脚 没有热水 在户外就是这样子 不容易 阳明公园这里 在厕所这里 你看 现在气温大概两三度 用冷水洗脚 真的是非常冷 每天都是这样子 我这好几天在洗的太冷了 三十两天 反正只能有冷水 没有热水的 除非去洗澡的时候才有热水 太难了 就在厕所这里 刚开始洗的时候很冷 洗了一会儿就感觉 脚的温度已经跟水的温度一样凉了 就不冷了 就跟洗冷水找一个道理 洗脚的温度 身体温度降下来了 它就感觉不冷了 昨晚是在这里露营 平河县县城 阳明公园 这边比里面好 里面的话有人在玩 比较吵 这边是没人过来的 然后这边是断头路 非常完美 阳明公园 大门 来邮局对面先吃个龙江猪脚饭15块钱 老板他说他是本地人 然后去龙江 我们龙江那边学的 回来龙江那边 我以为他是龙江的 然后刚才邮局那边我问了工作人员 我问了工作人员 我问他是中午有没有休息 他牌子上面写有休息的 他说没有休息 没有休息的话我就先吃饭了 太饿了 肚子都呱呱叫 肚子好几天没刮 不刮了 肚子到时候等回家给老婆看看 我有多沧桑 这样子挺好 他这个环境还挺好 很多桌子 排骨排骨煮这个苦瓜汤 一碗三块钱 还有萝卜煮苦瓜汤 一碗也是三块钱 很实惠啊 刚才这个猪脚也很多 很实惠 他这个骨头应该是那个猪脚的骨头 不是那个排骨 他做猪脚饭 那个猪脚 弄好之后把骨头搞出来嘛 煮的时候这个 就可以搞成汤了 吃饱了 坐在老板这里喝一下茶 休息一会消化一下 这让我想起 要新年母女结婚的时候 跟我老婆在永定那边 永定土楼那边吃完也是 坐在凳子上面 跟老板聊聊天 跟他说什么喝喝茶聊聊天 太好了 去很多地方 有的他都没有喝茶的地方的饭店 这边就是客家 还有我们厂商地区很多都有的喝茶 都还不错 在油局把油搓盖好了 平河这边 他们说话跟我们潮山那边 基本上一样的 一块钱两块钱就说抠抠抠 打包就说趴包 刚才跟他们交流了一下 确实是差不多一样的 平河县 国强乡 六层楼 土楼啊 我17年母女结婚的时候 跟我老婆就来过这里 那天晚上很晚了 然后在国强乡住 住了第二天 那个老板娘 住店老板娘 她说这 你还是过来旅游的是吧 她说这边有个土楼 很好看 就过来这个土楼这里了 非常漂亮啊 哎呀真巧啊 这次又过来了 正好又路过这里 然后等会要去东山县 东山县的话 路线跟母女结婚的时候一样的 这边以前这边有一个 这边这个位置以前有一个那个 层楼那种模型 现在没了 看这楼上 这个保存得非常好 这个你看 六层楼 多好啊太漂亮了 你看这种上去还不用不用钱的 你要是去那些南净土楼什么的 你上楼好像要十 要多少十块还是二十块 还是五块钱 反正就是要钱 虽然 你看这边虽然不出名 但是也是土楼非常好 太漂亮了 缘分啊 都是缘分 来到这里非常激动啊 又是跟老婆要青年模拟结婚的地方 当时我就在这个上面 这个上面位置 拍了一个照片 拍这边的 差不多是全景 太好了 啊 我再拍几张照片 到时候跟当年对比一下 这里面这个 排水沟什么的 你看 龙形排水沟 我还记得嘞 太厉害了 哦 还是老样子 改变了一点而已 我们走这个楼上看一下 看到上面可以上来的 免费的多好你看 上来了 这边供奉着神位 来上面看一下 你看景色多漂亮 太美丽了 这个家具还是跟以前差不多 以前来也是一个床在这里 每一个房间都有个床 这边要有个楼梯 可以下去下面那个阁楼吧 给大家拉个广角看一下 刚才听本地的居民大哥说 说这边是六层楼 是说六个儿子 就是一个他父亲 和六个儿子一起 建给六个儿子吧 六个儿子一起建的 这么说 所以叫六层楼 不是说有六层 是六层 层是这个成功的层 然后刚才我跟大哥说了 我17年也过来了 然后我跟他说前面那条桥 是不是后来建的 他说对 以前都没有那条大桥 以前是小桥 看哈 这楼上 中间这里哈 隔楼 隔楼是从这里上去的 你看 这里是上去隔楼 这下面是一楼 哇这还有装修过了 石墨 这里面还有缩衣啊 你看 听本地居民说 这边是道光24年建的 然后这上面写的这个楼记 我也看不懂 然后下面有个道光24年 然后他说至今一百多年了嘛 就一百七十多年了 道光24年至今一百七十多年 道光24年 刚才查了一下是一八四四年 这边走下来有个厕所 然后现在晚上也快五点了 刚才拍照拍了好几个小时 就是拍我老婆 以前在这边哪个地方 不跟她拍过照 然后我再拍一个没有她的照片嘛 留着纪念 等我去那边做个视频 你看这边有这种寄生的植物 寄生的树上 好多 这下面的这树上也有 你看 都有 本地阿叔他说 前段时间有一位 急自行车的四船过来的 在这个位置露营 露了一个晚上 还有之前有两夫妻 开房车的在这边做饭路 做饭 然后在这边住了一个 房车上面住了一个星期 让他们去最上面那里 拍整个国强乡 今天晚上我也在这里住了 太晚了 这里环境好 怀念一下我老婆 一起模拟的日子 模拟结婚的日子 小鸡 坐在这里喝水 看着170多年的土楼 感觉真的是穿越了 晚上在这边睡 直接穿越 太好了 今天在国强乡这边 晚上在这边露营了 不走了 过来这边吃个套餐饭 套餐饭的话是16块钱 回锅肉 叫他们不要放辣椒 还可以这个 国强乡 第二次过来 还是很多东西都没改变的 像以前的铝色什么的 那些人那些景色都是一样的 今晚在这里露营啊 土楼这里 六层楼 土楼前面 我这个相机不找好 录像晚上的时候不好 白点还可以 看不见 照相的话看得很清楚